我的家乡在河南省孟州市西部丘陵地区 这里沟壑纵横湖泊荡漾流水潺潺风景如画 小时候每次回老家去沟底小溪里玩水捉螃蟹是最大的乐事 今年清明节再次到溪水边玩时 竟然发现一只螃蟹都没有 小螃蟹哪里去了呢 今年暑假我特意回到老家槐树乡古州城村 试图解开这个谜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沿着崎岖陡峭的阳长小道 来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小溪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小溪已经没有了 变成了一条臭水沟 黑色粘稠的污水缓缓流动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小溪附近的泥土全部变成了黑色 这样的臭水沟怎么会有螃蟹生存 污水从哪里来 带着这个疑问 我顺着小溪向上游走去 顺着溪流 我终于找到了污水的源头 大家看污水就是从这上面流入小溪的 顺着污水的来源 我继续寻找 终于有了发现 追溪污水的源头 我发现了一家养猪厂 污水就是从这家养猪厂直接排出来的 为了全面掌握小溪范围内有多少养猪厂 我在附近村子进行了问卷调查 汇总整理后发现 小溪流域五公里范围内有六个村庄 饲养生猪三千鱼头 大约75%的养猪厂 对猪粪不采取任何处理 直接冲进小溪 这些污水不仅污染了小溪 流进水库后 水库里的鱼大量死亡 大家看 就连水库里的水都变色了 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由此我得出 养殖粪便污染是造成螃蟹消失的第一个原因 沿着小溪调查过程中 我还发现 以前流入小溪的几个泉眼不见了 泉水减少 加重了吸水水质恶化的速度 这应该是小螃蟹消失的第二个原因吧 这个地方叫泉眼沟 因为以前有一股清泉从我站立的位置流出 最后汇入溪流 但是现在找不到一点泉水的痕迹 泉水为什么没有了 我专门请教了当地的水利站站长 因为这几年来 这工农业生产的区域量增加 再加上一个 几年来大气环流的影响 被降水量减少 没有一小补充地下水 所以形成地下水又下降 因为地下水下降以后的 你的泉眼都不用了 在沟底调查时 我发现以前这里很多野生的树林不见了 只留下一些树桩和两侧土坡上的灌木丛 此外 当地居民为了蓄水和修建道路 在五公里的溪流上筑起了三道土坡 人为的干预改变了溪流的水系 这应该是螃蟹消失的第三个原因吧 大家看 这是我在调查时发现的场面 面对这些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小螃蟹的失踪之谜已经解开 如何还给小螃蟹一片生存的净土呢 我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治理污染 恢复水质 二是节约用水 保持地下水位 三是增强环保意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请求 所有人关心环保 爱护环境 共建美丽的乡村 美好的中国梦里 不能没有清澈的溪流 不能没有小螃蟹可爱的身影 没什么事 我还能说 我可以购买 你自己会购买 我可以购买 我可以购买 你自己会购买